包包上別著烏克蘭國旗手 還用力揮著 這位住在烏克蘭南方城市 赫爾松的老婦人 對著一整排鶴槍實彈的俄羅斯軍人 卻一點也不怕 還中氣十足的破口大罵越講越氣 雖然家園被炸得一片狼藉 不過烏克蘭軍民團結一心 不只有人自製武器 還有民眾聚集在南部港城 奧德薩海邊製作沙包 阻止俄軍向前 烏克蘭的平民百姓 都想拼盡全力守護國土 就算空襲不曾間斷 還是開口大聲唱著國歌 展現抗惡決心 另外這名烏克蘭樂團主唱 原本被看好將在五月的歐洲歌唱大賽奪冠 但在國家存亡之際 他選擇捨棄夢想改當志工幫助國人 俄軍戰火猛攻基輔已經超過兩周 卻始終遲遲無法攻破 讓原本已撤離到他鄉的烏克蘭民眾 也想回國守護家園 民眾大包小包讓波蘭的火車樂團 湧現返鄉人潮 烏爾大戰雖然還沒看到停戰的曙光 但烏克蘭民眾捍衛家園的堅強 贏得全球敬重 近新聞是有鄭江正信報道